嗨 こんも みなさま たまです 今天要來教大家 慣用語啦 那今天的這個慣用語呢 和 心有關 新的日語呢 叫做 心 大家都應該知道吧 所以呢 今天我一樣的呢 會來教大家五個 和 心 可以聯想得到的一些慣用語啦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心が狭い 心が狭い 狭い是什麼呢 狭い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窄 狭窄的那個窄 我們可以講 屋子很窄 部屋が狭窄 心が狭窄 就是心胸狭窄的意思 心眼小 心胸狭窄 就是 容不得別人一點錯誤啊 或者是 不能夠輕鬆的寬容大家 還是怎麼樣 我們這樣靜眼小的人 所以直接呢 就可以形容那一個 あの人は心が狭窄 第二個呢 就是 心が狭窄 心が狭窄 心が狭窄是什麼呢 狭窄 它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狭窄的動詞 這一邊的意思呢 它本身有很多意思 只是套用在心が狭窄 它是充滿的意思 狭窄 就是充滿的意思 誠心誠意的意思 真心的那種意思 比如說我們講 心が狭窄 贈物を受ける 心が狭窄 贈物を受ける 它的意思呢 就是 心が狭窄 贈物 其實是一句來的 它是在形容這個贈物 贈物就是你贈送別人的那個東西 禮物 我們講禮物 就是贈物 這個禮物呢 是真心誠意的 真心誠意的 真心誠意的 下了一些 下了心意的禮物 比如說自己親手 料理 或者是自己親手做 手做的 或者是為了我早想而去挑選的一些禮物 真心有包含在內的 所以我們就叫做 心が狭窄 贈物を受ける 受ける就是接收 收到的一份很真誠 有真心在的這個禮物的意思 心が狭窄 贈物を受ける 接下來第三個就是 心が踊る 心が踊る 這個踊る呢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同音有不同字的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這個漢字 踊る的話 它就是指跳舞 比如說 日本有一個情節叫 本踊り 就是那個盆舞 有一個搭一個台 然後就有人在那個台那邊跳舞 那個叫本踊り 所以踊る是這個 心が踊る 它這個漢字的話 就是指跳躍 跳躍 心在跳躍 心が踊る 它的意思就是內心很激動 或者是你在期待一個東西的時候 很興奮的時候 我們就講 心が踊る 比如說我們講 包みを開ける瞬間 期待に心が踊る 包みを開ける瞬間 期待に心が踊る 包裹 包裹 無論是你去郵政局 去寄的那些包裹 我們叫包裹 包みを開ける 開 的 瞬間 瞬間 包みを開ける瞬間 就是 還沒有開 在開包裹的那一瞬間 期待に心が踊る 就是充滿了期待 興奮 的那種感覺 期待に心が踊る 期待著 就是很激動的期待著 很興奮的期待著 我們就會用 心が踊る 包みを開ける瞬間 期待に心が踊る 這樣子啦 接下來第四個就是 心を鬼に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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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心變成魔鬼 的意思 所以它是怎麼連想的 就是很下心的意思 雖然你覺得 你不捨得 或怎麼樣 可是為了 好 為了他好 或者為了一些目的 你要很下心 來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叫做 心を鬼にする 子供の将来のために 心を鬼にして叱る 子供の将来のために 心を鬼にして叱る 子供の将来のために 心を鬼にして叱る 所以什麼意思呢 子供の将来のために ために 還記得嗎 我之前教過的 其中之一這個文法 ために就是 為了前面的目的 它的目的就是 子供の将来 就是為了小孩子 以後的將來 叱る是動詞 叱る就是指 責備 或者是批評的意思 所以 可能你平常就是 不很心 平常就是 沒有去罵小孩的 就是 判一期的時候 犯了一些錯誤 你不很心去罵他 不過你一想到 子供の将来のために 為了 這個 自己的孩子 將來 我很下心來 就去 責備他 去責備他 去批評他 這樣子的意思 心を鬼にして叱る 好的 今天的最後一個 心を奪わ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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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奪われる 是已經變成 カノケ的一個動詞 它就是 奪う 的意思 奪う 所以它是 奪的意思 奪われる 就是被奪 什麼東西被奪 心を奪われる 被奪走了 心被奪走了 所以這個很容易聯想 就平常我們都會講 我的心都被你偷走了 我的心都在你身上 這樣子 對的就是 被迷住 的意思 所以這個被迷住 你可以是人 可以是景色 可以是一些漂亮的東西 一些物品 音樂等等 衣服被迷住了 只要可以吸引到你的 我們都可以用心を奪われる 比如說我們講 美しい形式に 心を奪われた 美しい形式に 心を奪われた 美しい形式に 就是很漂亮的景色 很美的景色 那因為這句話 它是被動詞 所以呢 要被什麼 給迷住的那一個 主語呢 我們要用に 的格助詞 就是 美しい形式に 心を奪われる 被這個漂亮的景色 給迷住了 這樣子的意思 那如果呢 你不記得 這個被動詞 要怎麼換 要怎麼去看的話呢 可以在這一邊的角落 找得到我那個 被動詞的解說教學 這樣子啦 那今天呢 在一個 慣用語的教學影片 已經到尾聲啦 那如果你喜歡 今天影片內容的話呢 記得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分享出去唷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TAMA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 這樣子你可以第一個時間 收到TAMA最新動態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お疲れ様でした バイバイ